嘿,大家好,欢迎回到Shot Adventure来 是的,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呢 会在若干年之后呢,才会再听到这句话啊 听到老少的声音,但是呢 是的,这一次呢,我决定呢 再一次的录制一个Vlog吧啊 来啊,稍微解一下大家的渴啊 而且呢,也稍微去反映一下啊 最近呢,或者应该说呢 在我最后一次上传的我要退休YouTube这个Vlog之后呢 在很短的时间呢,不管是YouTube也好 优酷也好,私人信件也好 各个的部落格里面也好啊 Transformer Never Die的这个网路也好 很多人呢,都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反应啊 希望说呢,老少呢,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息 而并不是正式的退休啊 而在我这个最后一次这个Vlog呢 上传之后呢,在收到这么多的这个留言之后呢 其中呢,有一篇这个文章呢 是有让老少王呢,个人感动到 OK 而在这边呢,也不禁的要 要把这位网友的这个 所写的这篇文章呢 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呢,可能也不是每一个都有看到 不过想一想,应该看到的也蛮多的吧 2009年,约末月十一月 中秋十分 第一次,在YouTube上 见到Shot Adventure的节目 那是我,刚落坑的时候 好棒,这个人已经做了快两百集了耶 光是收藏了两百个玩具就已经够强了 还能够如数无加征的介绍他们 还记得那个时候 根本不可能一口气看完近两百集的影片 所以,我只先挑手上有的玩具来看 想知道我买到的玩具 在这位老前辈的眼里是如何的评价 天哪,我现在已经变老前辈了耶 黑 这种笑声,一百个人也猜不出是什么 这一句,是老肖介绍07年电影LG Megatron说的 我笑了,也哭了 笑的是他竟然这么风趣 哭的是,原来我第一个买到的正版玩具 虽然是散货 根本是音效已经坏掉的 他妈的 原来老蜜会发出声音啊 虽然是鬼哭般的声音 之后09年堕落金刚 推土记RC,一集接着一集看之后 深深爱上这个节目 就实际上,老肖的影片 的确替我省了很多挑玩具的金钱和时间 更大的功能 可以解我没有能力购买 但却能看老肖影片过干瘾的渴 我想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 最喜欢的一集 则是教大家旧化的那一集 其实当我开始着手重途后 才更明白 原来每一只Transformer玩具都上墨线 根本是件苦猜事 老肖竟然还每一个粉末登场 他就已经花了多少时间在这日上 再不久 我开始徐作影片后 起初只想介绍自己的重途玩具 都觉得不知怎么说起 一直大概录了20集之后 才开始想加入变形介绍 到今天做了75集的我 只有一个感想 回头去看自己前20集 都觉得自己的好菜 一方面觉得自己进步的同时 又感觉到 300多集的功力 那是何种鬼神的境界啊 这金钱、时间、精神、嗓子的消耗程度 更是欢喜甘愿罢了呀 老肖的辛苦我无法替他说 但是我可以这么形容 把我的辛苦至少放大5到6倍 若单纯以急速来放大 一 是如果要根本最新的流行 抢最新的玩具 这简直是要人命 孩子宝配箱的要求 大家都领教过了 我可没有玩具商的支持 想不到是一回事 贵呀 玩具的消费力是很惊人的 如果多介绍几个神物 或者Masterpiece的话 那我想根本是当了裤子也买不完了吧 OK 2 我也有个五岁的儿子 不好意思 我还是个单亲爸爸 这一点我大概比老肖还辛苦一点吧 3 是年纪大了 不要不信邪 今年必然36左右了 肖大哥还当我N岁 说话是会累的 每次看到不到16岁就开始做视频的 我都不禁发出 要是持续下去 会进步到何种境界呀 4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必然不算是这个圈子的重量级 说了不能全算数 我在做影片前 总要先上网 看看各家之言 修正一下自己最直接的Howard感 自己越做越多 就越感受到前面那位300多集的前辈 竟然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相信 大家看Shot Adventure看得非常愉快 但是背后的辛苦 说穿了还真的很辛苦 OK 有时候为了要抽空去跟你们录这些影片 根本就不知道说我这边要经过多少关卡 OK 才能录自己面给你们这些人OK 大家一定要体谅肖老大 也没有什么等或不等的 老肖没有走 只是先不出声而已 PS 对于所谓接班这种事 其实网络世界上出色的变形金刚介绍的节目真的很多 没有谁可以代替谁的 但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初衷 千万不要模仿老肖 因为尊敬而不应该学他的行 其实我也很少很少在自己的节目里提到他的名字 更连格格不入 顺此一提 这一类用语都必用 以此为乃不足表达心中感谢及不舍 祝我的良师益友 健康顺心 永远的老肖粉丝 呼呼其色 在当初呢 看完了很多YouTube 优酷或其他的部落格里面的留言之后呢 自然而然的可以去感受到很多网友对于老肖 这个离职离职YouTube这一件事呢感到非常的意义不舍 但是呢 这一篇的一个文章呢 则是我众多所收到的这个留言里面吧 最让我感到这个 最让我有感觉的一篇文章了 当然了 胡不其色呢 林嘉旭朋友呢 他在我之前的的确也有特别跟他点过名 以台湾的这一部分来说呢 他的这个介绍呢 绝对是有足够的分量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说 原来 因为一己之私心哦 有的如此大的一些回应 特别是胡不其色这一篇文章 让我更是这个 觉得非常的感慨哦 不过呢 话还是说回来了 老肖决定离开YouTube呢 我干脆把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给交代清楚好了 OK 老肖没有走 只是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我只是不太希望说 仍旧的像以前那样子呢 继续的保持的影片的流动量 毕竟呢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任何做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都知道 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也好 这个香港的朋友也好 大陆的朋友也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做视频呢 实在严格说起来的是一件 比较累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在做出一个真正属于有自己风格的影片 以及完全了解到玩具的一些细节 而要完美的啊 在这个相机或镜头前面呢 完完全全表达出来 这个呢 除了说有 有这个所谓的口才之外呢 还要真的有一些想象的 这个想象力 想象空间啊 以及 一种 不放弃自己的这个 呃 坚持己见吧啊 这种做法 才能够坚持下来的 这个呢 去掉说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去买 变形金刚玩具之外呢 意志力 ok 在这个变形金刚界里面 或者应该说介绍玩具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能也是因为说老校的年纪 稍微偏大了一点 而且呢 小孩子开始这个慢慢的长大 所以呢 我会已经开始感到说 心有余的力不足吧 ok 不过啦 我 我 我这么说好不好 还是那句话 老校呢 没有离开变形金刚 没有离开玩具的这个介绍 只是放慢了脚步 而真的以自己的这个步伐呢 来 打算说在之后呢 继续来介绍一些 我 相续的 会有的一些变形金刚玩具 不过呢 就是 不会像以前这个上传的这个影片那么多而已 只是说呢 真的是希望说还是一样停下来 而以自己的步伐呢 来过自己的生活 而以空挡的时间呢 再来做这种所谓这个 一页余啊 这个 影片介绍 因为老实说了 老肖呢 也实在不舍得离开各位 老肖开创YouTube的时候是2008年2月份到现在呢 这么多年来 我也很捨不得广泛这个支持我的朋友们 所以呢 以一种从目前呢 退到了幕后 从介绍者 变成了一个观众啊 的一个身份呢 来慢慢的去经营的这个 Short Adventure 来与大家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吧 OK 所以呢 是的 老肖不会走 只是走的比较慢一点了OK 所以呢 老肖还是爱你们的OK 哦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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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